《黑河》 跟風教老師提到說 夜方的這個能量 是來自這個 可能是時空吧 受地吧 因為我覺得上帝對我特別的眷顧 所以我就是努力在地這樣子 對 那老師說到這個 黑盒子裡頭的永炭調 因為我喜歡音樂的關係 所以常常會用一些音樂方面的術語 來變成我的作品的名稱 這個永炭調也是這個音樂的術語其中之一 那上面寫從解味道行空 之前剛開始創作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常常會反射到自己的一些情形 比如說這個問如何所思 誰一解其中未 所以這個解味就是說 從一開始的一個念力 然後慢慢一直延伸到最後很自在 所以從解味道行空 就是一種比較自由自在的一個 一個翱翔的心境 所以黑盒子裡的永炭調 只是說好像這樣念起來 是不是比較有節奏感 謝謝